在你的眼裡,我可能比較任性 然後我感覺我越來越不自信了 就是可能終於他就不會想得很多 因為好像直男都不會想那麼多 我就是會想很多 我想他有時候能多理解理解我 想要跟他長久地一直在一起的決心 但是我控制不住地我要去 我每天睁眼就是他,畢業也是他 你讓我怎麼不想他 他經常其實無意中的一句話 一個行為就會傷害到我 就是會讓我有一些不好的想法 就是會讓我想起一些很多不好的回憶 然後想多了之後我就會聯想到很多很多細節 我就會在想他到底喜歡我什麼 而且其實我跟他在一起我就一直都 我該去怎麼解決 然後我又每天都在觀察他 在找他愛我的那些細節 然後我就揣測他每天在心裡在想什麼 就有一種我每天都在想你在想什麼 我每天在猜你在想什麼 但是他想的就是別的 他想著怎麼出去玩 他每天都會跟我說好無聊 他每天都會跟我說好無聊 說想出去玩 然後我其實每次喝多了之後 我就會跟他說很多的一些我們倆之間的問題 我前幾個月我一直都在每次跟他有一點辦對 有一點爭吵 我就不斷地在反思自己 但是就是他的固執跟他的軸 讓我來懷疑我自己 然後我最近就是想通了這點 所以說我就特別的難受 天天挑他的錯 對他就覺得我不喜歡他 你知道他這兩天重複 他這兩天老是盯給我看 你知道他跟我說什麼嗎 說你是外有人嗎 就是他說的那些話 就是讓我覺得很難過 我以前是一個這樣子的人嗎 我為他我感覺我都變成了一個 合格的人氣了 我覺得他是愛我的 我覺得他是愛我的 我沒有覺得他不愛我 我只是覺得他愛我 但是他不愛我也行 說白了現在這個問題就是 我們兩個馬上就要分手了 我不想分手 那如果他連這些都承受不了 你就應該放棄他 可是我愛他呀 不想失去他 沒有他我會失掉的 那就是你 那就是你 你